关心病分为三个阶段 对照看一看你有没有在这三个阶段里面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于关心病的治疗 中医是根据你的不同病因进行辩证论治 而在现代临床上也要掌握一下 它是将关心病进行分期来治疗的 主要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心脚痛 心脚痛的表现一般是胸部的压榨性疼痛 位置就是在胸骨后心脏这个地方 可能放射到心前躯 甚至到上肢下颌腌部 伴有胸闷气短为主的症状 由于血管部分的狭窄 但是这个狭窄的面积还不大 所以心脏出现了缺血缺氧 导致心脚痛 第二阶段就是心脊梗死 也叫心梗 心梗的表现都是突然发作的心前躯 压榨性的疼痛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感到沉重 开始的时候还会伴有心跳加快 血压增高 后期会出现全身血循环的障碍 心跳加速 大汗淋漓 呼吸困难这些症状 因为是心脏有部分功能损伤了 血管狭窄的程度比较高 堵塞的严重 心脏得不到充分的滋养 泵血的功能受到影响 导致出现心梗的症状 第三个阶段就是心衰 心衰表现是胸闷气短 下肢浮肿了 乏力头晕这些症状 心阳不足 心脏本身是一个比较虚弱的状态 如果是出现三高 主动脉的狭窄 甲状腺功能异常 这些情况给心脏的复合再加重 那就导致了心衰 如果按照这个进程的话 是不是很恐怖 各位屏幕前的朋友 我们要逆转这个进程 控制干预 积极的配合治疗 早日恢复健康 心悸失眠 别发慌 有一招补心气 定心神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最近很多的患者说呢 运动量一大 就会出现心悸失眠 胸闷 多梦 疲乏无力 头晕目悬 健忘 越是运动量大了以后 越睡不着觉 有这些问题的患者啊 往往还会表现出来 面色苍白 没有光泽 舌指是淡的 脉是虚弱的 或者出现结代脉 中医说呢 这属于心脾两须 气血不足引起来的 因为长期的身体劳累 或者是思虑过重 损伤了心脾 导致了心血暗号 神不守舍 有这么一个忠诚药 能够帮助缓解这样的问题 这个忠诚药就是 人身归脾丸 它具有着补一心脾 养心安神的作用 可以治疗气血两须 心脾两须 这样的一个基础方 很适用于心脑血管病症里边 体质特别弱的患者 当然了 对于失眠这一个病症来说 临床上比较好用的 我还推荐像 诸诗安神丸呀 甜梦口服液呀 对于睡眠都有所改善 但是呢 要提醒大家 中医讲是辩证论治 每一个症型 对应不同的治疗方法 要慎重用药 心悸失眠 多数是下面这两个原因 看完你就知道了 你是不是经常的会有 胸闷胸痛 心悸失眠 如果你也有这些问题的话 看完这个视频 相信呢 会对你有帮助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号教授 中医认为呢 有以下两个原因 导致上面说的这些症状 第一呢 是心气虚 主要是因为心气的耗损 或者是年岁大了 各个脏气呢 都功能衰退了 或者是大病之后 体虚造成的 心肌气短 活动以后 加重还特别爱出汗 胸闷胸痛 面色也苍白 体卷乏力这些症状 通过益气养血的方式来调理 用药呢 建议像生脉瘾 制干草汤 如果出现了心肾两须 还可以用白子养心 这一类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心血须 像失血 劳神 多是气血 生化之源不足导致的 同时也会出现心悸心烦 健忘失眠 这些症状 尤其表现出心血不足来 面色苍白 纯色暗淡 妈也是细弱的 调理的方法主要是 补血 安身为主 像人生龟脾啊 天王补心呢 都可以 你记住了吗 心脏有三帕 希望你一个都不要沾 心脏是五脏之主 君主之关 是供血的中心 心脏呢有三帕 最好离他们远远的 第一 心脏特别怕累 过度劳累 会靠伤心血 影响心脏的功能 超强度的劳作 甚至可能会引起心梗 心衰 猝死 这样的情况 第二 心脏怕冷 在超低温的情况下 心血管呢 就会收缩的更厉害 所以在冬季的时候 心脏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就会增加 第三呢 心脏怕咸 吃的食物里边过于咸 尤其是炎受的过多 就会导致血压的异常升高 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所以我们建议呢 每人每天摄入的食盐量 是在六颗以内 心脏的跳动 是人维持生命的重要标志 保护好心脏 人才能更好的长寿 总是胸前疼痛 不一定是心脏病 有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胸老是闷闷的不舒畅 特别喜欢常出气 总听到身边有这样的人 见着你就 哎 先打头 还隐隐的觉得胸痛 持续的时间很长不缓解 很多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关心病 心脚痛 非常苦胖 在中医看来呢 很多的原因都会引起胸口疼 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呢 就是痰阻心脉 因为饮食不结 不干净 不节制 忧思过重 损伤了脾 导致脾的亏需 运化能力减弱 身体里边的水液呢 就会聚集成痰 阻塞心脉 平时呢 会有胸的满闷 头重如果 身体的疲乏 困健这些问题 想要缓解这个病因呢 可以用瓜楼蟹白半下汤 来加减治疗 起到一个通阳 蟹酌 化痰开窍的作用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肝瘀气质 中医说肝有疏泻的功能 调畅气肌 如果疏泻不急 就会肝气瘀制 出现情质的抑郁 爱常看气胸胀 这些症状 可以用柴骨疏肝伞 小腰丸 开胸顺气 这些疏肝瘀 宽中解育的药 这第三个原因呢 我来举个例子啊 有一天一个患者 来了就觉得 哎呀 我关心病了 心脏不好 可是各项检查都做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后来我就问啊 你最近是不是 老低头久坐 干着一件事 这老太太说呀 哎呀 我是最近特别爱 支补东西啊 做出小玩意儿来 想给孙子 天天坐在那儿 不动画 所以导致了 低头久坐 出现的胸闷 胸痛 气短 这样的情况 他并不是真的关心病 但是呢 如果时间久了的话 他也会引起气质性的病变 及时的改正 不让他进一步的发展 你记住了吗 早博 心慌 心剂 常用这两种忠诚药 你要知道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会出现 突然的感觉到心跳加速 突然的会有 惊慌 不安的感觉 特别是像焦虑 紧张的时候 更加明显 心慌 气短 乏力 胸闷 头晕眼花 这些症状 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要警惕 是不是有早博了 一般的情况下呢 我很少给大家介绍中程药 对于早博 心率不齐的朋友来说呢 这下面两位中程药呢 在临床上 还是有一定治疗作用的 第一呢 就是 稳心颗粒 它有益气养阴 活血化瘀的作用 所以针对着 心脏不好的时候的 气阴两须 心脉瘀足 而导致的 心慌 心悸 胸闷 气短乏力 这些症状是有很好治疗作用的 第二个呢 就是 身松养心胶囊 它是益气养阴 活血通落 清心安神 适合于 气阴两须 心落 淤阻 导致的 关心病 使性早博 这两种药呢 有相似的作用 但成分是不同的 像 身松养心的 化淤作用就好一点 而稳心颗粒的 镇静 安神作用 更强一点 天然的 阿斯匹林 疏通血管 防血栓 中老年人 存好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给大家分享 几个天然的 阿斯匹林 可以帮助我们 疏通血管 防血栓 中老年人呢 都看过来 第一 就是我们 炒菜里边 常用的洋葱 洋葱可以有效地 达到 呵护血管的作用 第二个呢 就是 胡萝卜 胡萝卜不但可以 促进人体的 血液循环 预防血管的硬化 还可以稳定 血脂啊 血压 降低 换心脑 血管疾病的风险 第三个呢 就是海带 海带中 所含有的牛黄酸 有助于降低血液的 胆固醇 可以促进 整体 新陈代谢的速度 但是呢 海带要记住啊 控制好 吃了量 避免一次摄入过多 导致 点元素的堆积 使人体的 甲状腺 出了紊乱 海带和酒 一定不要一起吃了 第四 西红柿 因为西红柿呢 含有着番茄素啊 具有着很好的抗氧化功能 有助于提高血管的自我修复能力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关心病分为三个阶段 对照 看一看 你有没有在这三个阶段里面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于关心病的治疗呢 中医呢 是根据你的不同病因进行辩证论治 而在现代临床上呢 也要掌握一下 它是将关心病进行分期来治疗的 主要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呢 就是心脚痛 心脚痛的表现一般是胸部的压榨性疼痛 位置就是在胸骨后 心脏这个地方 可能放射到心前躯 甚至到上肢 下颌 腌部 伴有胸闷气短为主的症状 由于血管部分的狭窄 但是这个狭窄的面积呢 还不大 所以心脏出现了缺血缺氧 导致心脚痛 第二阶段呢 就是心肌梗死 也叫心梗 心梗的表现呢 都是突然发作的心前躯 压榨性的疼痛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感到沉重 开始的时候 还会伴有心跳加快 血压增高 后期呢 会出现全身血循环的障碍 心跳加速 大汗淋漓 呼吸困难 这些症状 因为是心脏有部分功能损伤了 血管狭窄的程度比较高 堵塞的严重 心脏呢 得不到充分的滋养 泵血的功能受到影响 导致出现心梗的症状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心衰 心衰表现呢 是胸闷气短 下肢浮肿了 乏力 头晕 这些症状 心阳不足 心脏本身是一个比较虚弱的状态 如果是出现三高主动脉的狭窄 甲状腺功能异常 这些情况给心脏的复合再加重 那就导致了心衰 如果按照这个进程的话 是不是很恐怖 各位屏幕前的朋友 我们要逆转这个进程 控制干预 积极的配合治疗 早日恢复健康 心悸失眠 别发慌 有一招补心气 定心神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最近很多的患者说呢 运动量一大 就会出现心悸失眠 胸闷 多梦 疲乏无力 头晕目悬 健忘 越是运动量大了以后 越睡不着觉 有这些问题的患者呀 往往还会表现出来 面色苍白 没有光泽 舌指是淡的 脉是虚弱的 或者出现结代脉 中医说呢 这属于心脾两须 气血不足引起来的 因为长期的身体劳累 或者是思虑过重 损伤了心脾 导致了心血暗号 神不守舍 有这么一个忠诚药 能够帮助缓解 这样的问题 这个忠诚药就是 人身龟脾丸 它具有着补一心脾 养心安神的作用 可以治疗气血两须 心脾两须 这样的一个基础方 很适用于 心脑血管病症里边 体质特别弱的患者 当然了 对于失眠这一个病症来说 临床上比较好用的 我还推荐下 诸诗安神法呀 填梦口服液呀 对于睡眠都有所改善 但是呢 要提醒大家 中医讲是变证论治 每一个症型 对应不同的治疗方法 要慎重用药 心悸失眠 多数是下面这两个原因 看完你就知道了 你是不是经常的会有 胸闷胸痛 心悸失眠 如果你也有这些问题的话 看完这个视频 相信呢 会对你有帮助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浩教授 中医认为呢 有以下两个原因 导致上面说的这些症状 第一呢 是心气虚 主要是因为心气的耗损 或者是年岁大了 各个脏气呢 都功能衰退了 或者是大病之后 体虚造成的 心肌气短 活动以后 加重还特别爱出汗 胸闷胸痛 面色也苍白 体倦乏力 这些症状 通过益气养血的方式 来调理 用药呢 建议像生脉瘾 治肝草汤 如果出现了心肾两虚 还可以用白子养心 这一类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心血虚 像湿血 劳神 多是气血 生化之源不足导致的 同时也会出现 心肌心烦 健忘 失眠 这些症状 尤其表现出心血不足来 面色苍白 纯色暗淡 妈也是细弱的 调理的方法 主要是 补血 安神为主 像人参龟痞啊 天王补心啊 都可以 你记住了吗 心脏有三怕 希望你一个都不要沾 心脏是五脏之主 君主之关 是供血的中心 心脏呢 有三怕 最好离他们远远的 第一 心脏特别怕累 过度劳累 会靠伤心血 影响心脏的功能 超强度的劳作 甚至可能会引起心梗 心衰 猝死 这样的情况 第二 心脏怕冷 在超低温的情况下 心血管呢 就会收缩的更厉害 所以在冬季的时候 心脏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就会增加 第三呢 心脏怕咸 吃的食物里边过于咸 尤其是盐受的过多 就会导致血压的异常升高 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所以我们建议呢 每人每天摄入的食盐量 是在六颗以内 心脏的跳动 是人维持生命的重要标志 保护好心脏 人才能更好的长手 总是胸前疼痛 不一定是心脏病 有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胸老是闷闷的不舒畅 特别喜欢常出气 总听到身边有这样的人 见着你就哎 先打头 还隐隐的觉得胸痛 持续的时间很长不缓解 很多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关心病 心脚痛 非常苦慌 在中医看来呢 很多的原因都会引起胸口疼 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呢就是弹阻心脉 因为饮食不洁 不干净 不洁质 优思过重 损伤了脾 导致脾的亏需 运化能力减弱 身体里边的水液呢 就会聚集成痰 阻塞 阻塞心脉 平时呢会有胸的满闷 头重如果 身体的疲乏 困健 这些问题 想要缓解这个病因呢 可以用刮楼蟹白半下汤 来加减治疗 起到一个通洋 蟹酌 化痰开窍的作用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肝淤气质 中医说肝有疏泻的功能 调畅气肌 如果疏泻不急 就会肝气淤质 出现情质的抑郁 爱常看气胸胀这些症状 可以用柴骨疏肝伞 小腰丸 开胸顺气 这些疏肝理剂 宽中解育的药 这第三个原因呢 我来举个例子啊 有一天一个患者来了就觉得 哎呀我关心病了 心脏不好 可是各项检查都做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后来我就问啊 你最近是不是老低头 久坐干着一件事 这老太太说呀 哎呀我是最近特别爱 织补东西啊 做出小玩意儿来 想给孙子 天天坐在那不动画 所以导致了低头 久坐出现的胸闷 胸痛气短 这样的情况 她并不是真的关心病 但是呢 如果时间久了的话 她也会引起气质性的病变 及时的改正 不让她进一步的发展 你记住了吗 早博心慌心剂 常用这两种忠诚药 你要知道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会出现 突然的感觉到心跳加速 突然的会有惊慌不安的感觉 特别是像焦虑紧张的时候 更加明显 心慌气短 乏力胸闷 头晕眼花 这些症状 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要警惕 是不是有早博了 一般的情况下呢 我很少给大家介绍忠诚药 对于早博心率不齐的朋友来说呢 这下面两位忠诚药呢 在临床上还是有一定治疗作用的 第一呢 就是稳心颗粒 它有益气养阴活血化瘀的作用 所以针对着心脏不好的时候的气阴两须 心脉瘀足而导致的心慌心悸 胸闷气短乏力 这些症状是有很好治疗作用的 第二个呢 就是身松养心胶囊 它是益气养阴活血通落清心安神 适合于七阴两须 心落淤阻导致的关心病 使性早博 这两种药呢 有相似的作用 但成分是不同的 像身松养心的化淤作用就好一点 而稳心颗粒的镇静安神作用更强一点 鲜然的阿斯匹林 疏通血管防血栓 中老年人存好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天然的阿斯匹林 可以帮助我们疏通血管防血栓 中老年人呢 都看过来 第一就是我们炒菜里边常用的洋葱 洋葱可以有效地达到呵护血管的作用 第二个呢 就是胡萝卜 胡萝卜不但可以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 预防血管的硬化 还可以稳定血脂啊血压 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第三个呢就是海带 海带中所含有的牛黄酸 有助于降低血液的胆固醇 可以促进整体新陈代谢的速度 但是呢 海带要记住啊 控制好 吃了量 避免一次摄入过多导致点元素的堆积 使人体的甲状腺出了紊乱 海带和酒一定不要一起吃的 第四 青红柿 因为青红柿呢 含有着番茄素啊 具有着很好的抗氧化功能 有助于提高血管的自我修复能力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脑梗以后能否恢复正常 取决于以下这些因素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梗呢 是常见的脑血管疾病 能够彻底治愈的概率呢 究竟有多少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聊一聊 第一 跟堵塞的脑血管的大小粗细有关 也就是说脑梗的面积大 恢复起来就困难 如果血栓仅仅堵塞的是微小的血管 缺血的脑组织面积不大 可能患者呢 仅仅就出现了头晕头痛 肢体的麻木 或者活动不利 言语不利这些情况 就能够很快的恢复 第二 脑梗发生的部位不同 所对应的症状也不相同 比如说发生在小脑部位的脑梗 主要就会影响到人体的平衡功能 可能四肢活动呢 还可以 但是站起来就站不稳 走起路来以后呢 觉得往一侧方向去倾斜 这个也是脑梗的后遗症之一 第三呢 要看脑梗是新发的还是再发的 有很多的病友都有经验 第一次得脑梗很容易恢复 而且后遗症比较轻 如果多条的脑血管都被堵了 治疗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 后遗症也会越来越明显 第四 跟治疗相关 临床上患者治疗越早 越及时 治疗的效果肯定就越好 在发病的24小时之内 采取合理的治疗方案 后遗症就会小一些 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 恢复的程度就要慢一些 除此之外 能够及时的救治 再配合积极乐观的心态 和科学的康复训练 治愈的可能就会大大的提高 血脂高到什么程度需要吃酱 只要呢 记住这三个数字 不少朋友问啊 说血脂高到什么程度需要吃酱 只要 这个话题在以往的视频里边呢 也反复的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呢 依旧会有很多人询问这个问题 今天就给大家一次性的讲清楚啊 对于血脂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三个数字 分别是4.9 3.4 2.6 它们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4.9 当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要高于4.9毫模每升的时候 不仅需要控制饮食 坚持运动 还需要吃药 第二个数是3.4 如果你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数在3.4到4.9之间 没有任何的心脑血管的疾病 也没有斑块 这个时候呢 你就应该积极控制 无健康的这些生活习惯 比如说肥胖啊 吸烟啊 如果控制三个月之后 这个数仍然是高于3.4毫模每升 那就需要吃药 第三呢 就是2.6 如果你的低密度脂蛋白 这个数高于2.6毫模每升 同时呢 有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 就需要吃药 如果有关心病 心梗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无论你的血脂多高 都需要吃药调理 而且需要努力 把你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数 控制在1.8毫模每升以下 以上呢 就是降止药的正确用法 屏幕前的你 用对了吗 血脂高了 光吃药可不行 教你三招 不用怕 降低血脂也不难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现在呢 高血脂是越来越常见 今天就教大家三招 能够帮助你更好的降低血脂 科普不易 大家点亮小红心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前段的时间呢 接诊了一位患者 是广东的张女士 今年呢 54岁 这两三年以来啊 她一直都是头晕头疼 记忆力也减退了 还会有全身都不舒服 胸闷心悸 叫也睡不好 在报告上就显示了 她的低密度是4.7 结合着她的舌 舌下呢 有淤斑 舌呢 是淡的 胎白密 辩证呢 是属于气虚 血淤 弹淤 组织 除了给她补气补血的这些药以外 还要化痰去瘀 这样呢 综合起来治疗 特别是告诉她 在生活上要坚持以下这两点来配合 第一就是要坚持低脂 低盐 低糖的饮食习惯 多吃一些蔬菜 水果 多吃粗粮 第二呢 就是要适当的运动 比如说慢跑 快走 拔断紧 等等 就这样呢 她坚持了三个月 症状明显的改善 在医院去复查低密度质蛋白 数值的时候开心的看到了2.5 发生四个突然当心脑出血 中老年人必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出血呢 起病非常急剧 病情凶险 死亡率非常的高 所以呢 越早诊断脑出血 越早治疗 预后就越好 今天呢 告诉你脑出血的前期 四大突然症状 第一 突然的剧烈头痛 头痛通常是脑出血的首发症状 一般位于出血的一侧 而且长持续性的剧烈的头痛 第二 突然的呕吐 这种呕吐呢 呈喷射样 和饮食关系不大 这是由于脑出血以后 颅内压升高导致的 第三 突然出现肢体的活动不利 或者言语不清 半身肢体活动不利 或者麻木 舌根僵硬 口齿不清 这些都是脑出血患者常见症状之一 第四 突然意识不清 昏迷 呼之不应 有的时候呢 能叫醒 但是呢 又很快昏睡过去 如果出现了以上情况 一定要拨打 120送医院去做检查 越早诊断 越早治疗 预后就越好 脑梗二次复发 注意这三点 尤其是最后一点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平台上很多的朋友问 为什么脑梗会复发 今天就跟大家来讲一讲 视频不长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 第一呢 就是有些患者 医聪性不高 医生说要吃药 但是呢这些患者他不重视 或者是私自停药 还有呢就是断断续续的吃药 这样的都非常容易中断药物对血栓形成的抑制作用 第二就是脑梗以后依然存在着不良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熬夜 吸烟 酗酒 这些就会增加脑梗复发的几率 第三 初次脑梗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 如果出现了单眼或者是双眼迷过性的黑蒙 恶心 呕痛 头晕 平衡困难 这些问题一定要引起重视 及时到医院就诊治疗 因为这很可能是复发的信号 及时发现及时干预 可以阻止复发的可能 血管堵塞告诉你一个方法 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今天给大家说几句心里话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从今天开始入住平台 给大家做血管堵塞疾病方面的科普知识 在这方面的治疗四十多年 通过中医药的方法解决疾病的痛苦 对于血管堵塞的病人在门诊上经常遇到 多数是因为气虚 气质 血瘀 干瘀 等等这些造成的颈毒脉斑块 希望在平台给大家做一些时事 为大家发布更多更有用的科普视频 大家可以点上小红心 多看一看我往期关于血管堵塞的科普视频 血管堵塞不用怕 牢记三点 不用去医院也能通血管 先别划走 不管你的血管是堵了五年 十年还是二十年 不用再过分的担心了 也不要再到处求医问药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从医四十多年 门诊见过太多被血管堵塞 折磨的苦不堪言的患者朋友 也深知大家都不容易 虽然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为我的视频点赞 但是哪怕只有一个人支持 我都会觉得腾出时间来为大家做讲解 心脑血管的健康科普是有意义的 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我也会继续坚守这份初心 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可靠的医学科普知识 回归正题 我们说三分至七分养 养护的重要性 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首先就是要少吃油炸类的食品 它们会使血中的胆固醇浓度增加 血管堵塞的风险就会加大 第二就是戒烟戒酒不熬夜 这三个不良嗜好都会导致动脉硬化的进一步加重 尽量不要去做 最后就是要注意情绪的管理和调节 少生气不生气 其实情绪不好对血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长期的焦虑抑郁压力过大 可能就会引起血管过度的收缩精卵 时间久了就会造成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 进一步呢就加重了堵塞的几率 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 积极向上的心态 对于养护血管至关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